我很欣賞你這麽有勇氣出來 有什麽你想告訴我 就是很多時候知道做些事是不對的 但自己又控制不了 譬如現在知道好像報飲報食 連自己體重傷心 但又做不到 因為心理是他的電 你要堅持運動 然後飲食也有節制 但自己做不到 都很不開心 我聽到你說 我第一欣賞你就是 你會知道有這個問題 你會想去處理 你會想去處理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一步 對 所以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欣賞你會有這種動力 因為有些人在這個情況裏都沒有這種動力 你會有這種動力 不如我聽聽你說一下為何你會有這種動力 為何會有這種動力 要是健康 因為你會有這種動力 我覺得應該有做正確 你一直這樣看重 一直上身 對身體也有影響 那又自己有上美 你會有這種動力 這也是一個好的原因 神是創造賣物都漂亮 所以你想漂亮是OK的 然後我自己都會與神說 主要我想做一個很漂亮的女兒 我都做不到 今天他正早上說我 我可以堅持去運動 在飲食上我無法節制 有時可以節制 有時可以大飲、大食 我都知道是不合適 我都聽了你講 運動又有恆心 運動是我可以堅持下去 但是飲食的比較困難 令到你不開心 以前是很不開心 但現在覺得自己做不到 要怎樣做得到 就是有想這個方法 他祈禱我主要 一定要做得到 都沒有說不開心 覺得自己剛才是的時候 明明知道這樣是不對 不適合十幾三二的時候 但自己還有這樣做 那種有恆心的感覺 又不是說很不開心 我聽到你有兩個感覺 一個是曾經有多些不開心的 是呀 之前會有 之前是很練到 之前會 不要在意自己的外表是怎樣 但現在不會在意 但是很想美 還有自己做不到 因為我覺得是很不開心 明明是不對 自己也截製不到飲食 一個是不開心 你也說了 如果慢慢處理到那個感覺 不開心是沒有的 但是自己又問自己 為甚麼去做 堅持不到 即是截製不到飲食 即是有點自責 是吧 為甚麼 還是純粹問問題 還是覺得自己失敗 失敗 失敗 都覺得 都是問自己為甚麼做不到 明明知道應該要這樣做 才會健康 那自己又會 有時想吃就吃 我截製想點就點 又覺得虧欠神 是的 再覺得虧欠神 你為甚麼覺得虧欠神 為甚麼覺得虧欠神 為甚麼覺得虧欠神 其實我是對自己可能有要求的 要求自己一定要達到這樣的 但不到的時候 明明知道這樣是不對 或者是神都說你 要 凡事都有節制 那我在飲食那裏 節制不到 那 有些人覺得 哎 神啊 我又做不到這樣 那你 神說節制 那你覺得節制你的目的 有沒有一個目標 即是你 其實你想 對於你的生命 會不會想到你的生命 還是純粹就是想 那樣子漂亮一點 還是你沒有其他的目的 我沒有其他目的 沒有其他目的 我只是想漂亮一點 OK 這個都好的 其實對於我們 都是寶貴的 你覺得虧欠神 好像做不到 是啊 即是說神 你凡事都有節制 那你明明知道自己會 真的會 呃 會唸到自己 呃 即是體重一道這樣 上心 你有節制不到飲食 就是有些 有些 都是 OK 那其實我剛才聽到你 都有一些節制 哦 你運動就做到 是不是 運動就做到 是啊 運動就做到 那都是其實一種節制 即是你懂得管理自己 會節制到 即是去年成一年 我都可以節制到 但是今年 又節制不到 運動還是吃東西 飲食 運動都可以堅持下去 哦 其實都有一個程度 你做得到 是啊 做得到之後 自己好像很 很放 即是很 嗯 即是 之前都很瘦了下來 達到這個目的之後 就會很 很容易放鬆自己 被自己這樣 很 什麼的下去 放鬆自己 嗯 OK 那你現在很想找個方法 怎樣方法可以 是啊 我就 就是怎樣可以節制這方面 嗯 那你有沒有想過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你呢 我想 唯有 祈禱 求神幫著我 嗯 OK 祈禱 那你有沒有得到什麼結論 嗯 得到什麼結論 就是一定要去 就是 就是飲食 就是要做得到 OK 我聽你這樣說呢 我知道你的情況 我就覺得呢 當你有一個目標呢 跟神的目標相連呢 你的動力就會強一點 我來之前 我就跟神說 我明天一定要去 重新 去做一個 就是 時間表 就是 幾點應該做什麼 就是 飲食準備應該要怎樣 就是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去 實行這樣 應該要怎樣去安排 這樣 那 這個是時間表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人生 你想你的人生怎樣 呢 我想我的人生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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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今天來到這裡 之前呢 就覺得 嗯 都很多的嬰兒 就覺得 自己是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了 但是 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聽完這些的時候 就是 我都知道神是要呼著我出去 就是 去 就是去 就是去付市任 那我來到之後呢 我才知道自己是 很多地方不足 是很多的 需要很多會何宅的地方 就是 或者先說到 輔導那些 你發覺有些地方 是 是 其實 我又聽到 你也有個心 想給神用 是 我是很想 我現在是 就是覺得自己是 神給我的陰典 有 都給我很多的陰典 都給我 都念到我個人的心 就是 改變了 OK 感謝主 嗯 就是你有這個心 感激神的心 是 就是感受到神那種愛 有主耶穌那種愛 現在我 是有慰應 那個愛的時候 OK 好 感謝主 當你有這個目的 減肥會更容易 感謝主 這個也不是重點的 其實我來講風向 但我看到沒有人舉手 我都來講一下 只是 笑 笑 笑 都是 都是 這樣來聊 其實 謝謝你 謝謝你 這麼勇敢出來 其實 當你有這個崇高的目的 你就會有一個 你就會有動力做得更好 當你看到這個目的高 都會美好 是 但是都過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 哦 不要緊的 但是我願意去學 好 感謝主 不足呢 神一定提升你的 其實神的計劃是很高的 當你想達到這個目的 你就會 真的 放你的心下去 你的生命內 自然就會提升 我分享一些我自己 你本人在這方面的 在這方面的 那種動力 去激勵 你當然 你不是我 但是我會分享 那我其實 我今年已經 六十三歲 那我就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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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很想 能夠侍奉 多 不止十年 因為 很多人來說 六十歲已經退休 說七十三歲 都很多人退休 十年對我來說太少了 因為我覺得 神教對我很多事情 二十年 八十三歲 八十三歲 通常都很老 都很重要 但是我都覺得 不夠 我想更加 長的時間 到九十三 三十年之後 九十三 很多人說 九十三 哪有牧師還說到 但是我都說 神啊你給我多長呢 我就會多長的時間 那我真的用很多方法 去保持我身體健康的 我留意我食物 留意我 情緒 我留意運動 在我可以的時候 我說我以前 因為我一個個環境 例如我 拆牙 我是不是企直的 我是扎馬的 扎馬 一邊扎馬 一邊拆牙 還有會扎馬 有時候會 按腰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做這個 練習 一邊拆 一邊拆 以前 我 有一道上班 我就會跑去 就是那個地方 就可以跑 不是那麼多人 我就跑去 車站 然後去到車站 車尾 還沒到 我就跑上樓梯 又下樓梯 又跑上樓梯 又下樓梯 然後在牆上 就做掌上樓 就是我會有這種動力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生命是很寶貴 神給我很多的學習 我有一個很崇高的目標 而可以祝福很多人 於是我就有動力 一步一步提升 那你如果提升一步 第二天呢 你又提升多 那麼多 嗯 是啊 我都感恩 我也覺得很感恩 因為之前來這裡 第一次第二次的時候 其實我都還沒轉變過 因為呢 我之前呢 去到一些密心環境 我是很害怕 很恐懼的 很平安的 那麼 來了兩次之後呢 我就是晚上的時候 都發過那些噩夢啊 就是有熟練心戰啊 就是有些的 好像兩種臨力 在那裡拉斜 那麼後來呢 我就自己點不信的時候呢 我就 發信息 打電話給我們教會的 目借 為個歧託的 我說 唉呀 我說很害怕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邪教啊 或者是些什麼 那樣的 那麼呢 我們牧者呢 就 跟我說一起祈禱 他說 你不如 就是 問神啊 就是看一下 顯明給你 究竟你是驚些什麼呢 那麼呢 那我就 騎完肚之後呢 就其實都 給我濫放棄 就是 其實自己小時候 是受了很多的傷害的 那是 令到自己是很無平安的 那 後來呢 我就會承認 承認到自己是做不動畫 承認自己是受了傷害 是自己走不出來的 那呢 就求著幫助我 那真的呢 就轉變了我 令到我 好像 我之前 如果是叫我這樣坐在這裡 跟你說話 我真的 沒有勇氣出來的 我是會很害怕 會很美味的 但是我可以 現在好像 很平安坐在這裡 好像跟自己 一些親人 朋友那樣 聊天 這樣自然 很感謝住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哇 這個很厲害 真的很大的轉變 通常怕人 是啊 真的 就是能夠現在出來 坐在這裡 而且公開的 每個人都聽著 就是很大的進步 我也覺得 是不是我做得到的 是啊 因為過去當中 是很 就是對自己是沒有很信心的 嗯 嗯 去到哪裏都 就是好像 我現在是開始可以 就是去哪裏都 好像剛才說的這樣 去坑街啊 或者去哪個地方 一定有拖一個人的 就是很害怕的 好像 不知道自己會不會 就是獨山路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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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會自己 我會自己一個人來 這樣 嗯 哇 很厲害 就是你本來一定要兩個人 但是你現在可以一個人來 是啊 我覺得 是啊 很大的問題 現在可以一個人去哪裏都可以 覺得非常這樣 很有平安 嗯 在這個過程 我又發現了更多東西 關於你 我最初聽到你關於 減肥 那些其實是另外 就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的時候 真的中了 哈哈 然後呢 第二件事呢 我就發現了 啊 原來你都有心事共主 然後第三件事我發現呢 就是你呢 初頭怕一個人 是的 又怕去陌生的地方 但是呢 現在一直提升 所以我看到你整個生命 都不斷地提升 謝謝主 所以我 我真的看到你呢 是很有潛質 哈哈 是個大大發揮 那個節目 他之前也跟我說過 他說我是一個好的土地 嗯 我都不知道 說著我 我經常都會想他這句話 我說 一個很肥肥的土地 我說 我呢 現在眼光都轉變了 那我 之前呢 是看人家的缺景啊 就是 看事情的時候 總是看到不好的一面 但是現在 你的眼光都轉變了 你的眼光 現在我是看 我們少了的姊妹啊 不同人身上的呢 我是會發覺到 別人的那個 那個陰次啊 那個優點啊 就是我以前是一個 好批判者來的 就是很不喜歡人的時候 就是說得不對的時候呢 我就肯是會 就是 加聽自己很多的意見 敬己下去啊 指責啊 等等 但是我現在會 關我 啊主啊 為什麼會 發現到別人身上 那麼多優點呢 但是我說實在 我不知道我身上 什麼優點啊 我不知道有什麼陰次啊 我就是發念不到自己啊 你發現人家的優點呢 就是你的 這個有什麼陰次啊 哈哈哈 人家的陰次啊 所以那個姊妹 還說你 之前 他一直說的 那句話 他說神跟我 說過 我是一個很 很肥的土地 我說主啊 我是什麼 那麼 那 那肥肥的土地 是怎樣的呢 我真的算 是一塊好土地 神一定會提升你的 那我都會 關於你的師傅 發夢那些呢 我都可以 遲些跟你聊 或者你一會兒 你完結出來的時候 祈禱吧 再跟你查一查 看一下 那些其實已經沒有了 已經是 是啊 因為我都是用佛神的方法 給我一直去祈禱 去練修那些 其實都沒有了 但是那些 不過依然可以這樣做 做法 同欣賞你 我現在總括一下 就是說在過程中 我要多謝你出來分享 出來回應 就發現 聽到那句說話 咦 那句說話 又打開了一個門 認識它更多 又看到它的長處 有時候可能目標 跟原來的目標不同 有時候想要提升那個人的生命 或者有時候想著這件事 怎麽知道去了另一件事 但那件事可能更寶貴 有更偉大 又可以的 都沒有限制 但是整個過程 我是會知道你的困難 看到你什麼 都沒有限制 但是整個過程 我是會知道你的困難 認同你的困難 又不會被你壓力感 而是想去 看到你什麼好處 馬上告訴你 就是因為這樣 才可以說到這麼多話 是啊 感謝你 你在過程中 你的感覺是怎樣 很輕鬆 完全沒有壓力 可以被認同 好 祝福你越來越美麗 謝謝 可樂 沒這兒 我覺得 都沒有找尋 回去 在天 找很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